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六年了 她是大家族的人 然後她公司的員工也都看過我 然後親戚朋友 Han Brown家起來 應該有150個人吧 然後走在大台北街上 大概出去第一天就被遇到 就被他姨媽的姐姐看到 沒事...好開心 隔天早上電話就來了 妳昨天去哪裡 被發現了 沒有啊 我昨天上班了 是嗎 妳沒有去士林嗎 看 同一個縣市就是有這個微信 好邪惡 對 因為如果已經抓到 妳就不用再去否認什麼 對啊 我又說...對啊 我說她是誰 我說她就是來上節目的 一個女孩子這樣 我說我們在一起六年了 妳覺得妳這樣對嗎 對啊 妳這樣對嗎 我就說 好 我跟她只是玩一玩而已 因為就跟文英阿姨一樣嘛 妳玩過文英阿姨啊 沒有... 她撿錢預告還得了 文英阿姨呢 她說她這一輩子 就跟文英阿姨一樣 只看過她老公嘛 那我也是啊 我就說 那我才交第一個女朋友 就這樣好像都沒玩到 好像不太行 因為我們都會看到身邊 好多男生交了二三十個 五六十個那種 那我覺得我會... 我在結婚前應該要玩一下嘛 對不對 然後我跟她講說 那我只是跟她玩一玩這樣 她說 好 那妳現在把她叫過來 我們三個人講清楚 三個人一起玩 沒有啦 哪有那麼好 她是要講清楚 幫她念對職 對 但是我跟她講說她只是小朋友 我說她只是小朋友 那妳這樣對她好像不太公平 女生會生氣 妳還護著她 然後她會講說 對 妳還護著她 那我跟妳在一起六年 妳有考慮到我的感受 妳這樣對我公平嗎 我就啞口無言 我說好 那我答應妳 我真的不會再跟她聯絡 怎麼證明不聯絡 對 然後她就把我電話換掉 電話換掉 但我可以打給她 對啊 繼續在一起 那妳一樣繼續在一起 因為那個女生會哭嘛 那個小女生會哭啊 後來她知道 妳又繼續跟那個女生在一起 她知道 而且很厲害我覺得 因為她就像我們剛剛講 女生的第六感很強 然後她常常只要 只要一撥我電話沒接通的話 她就開始哭了 然後就留言啊 因為留言很恐怖啊 因為妳不接電話可以嘛 但是妳留言妳一定會聽啊 然後就這樣 康康 妳在哪裡 我找不到妳這樣 那妳剛剛才那個洗完澡 聽到那個留言就覺得 罪惡感更重你知道嗎 我就完全不曉得該怎麼辦 然後有一次我想說 好 我跟這個女孩子 因為我答應她要帶她去日本玩 然後就... 妳還帶那個女生去日本玩喔 對 因為正牌妳有沒有帶她出國嗎 有啊 去泰國而已 日本那個女生叫一下 我就跟她講說 我就心裡在想說 我帶她去日本玩之後 後面要做一個漂亮的結尾就對了 就是讓她也有個美好的回憶這樣 也算是一個補償這樣 我就跟我正牌女友講說 那個我要跟我們那個製作人去日本 看節目 然後電通了什麼什麼 然後她說好 好 她也沒講什麼 隔天我就搭飛機了 她講說那我那個 就跟我們製作人要搭飛機 我到日本再打給妳 OK 好 到日本我打給她 她也沒說什麼 那到晚上8點的時候 飯店就打電話 有人打電話進來啊 我就接起來 就要找我的 是那個女生接 我那個18歲的女朋友接的 我說要找妳的 找我 在日本我哪有朋友 我說接起來 光光妳在哪裡 她很厲害耶 真的很厲害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你沒有跟她講妳在哪裡 她應該有 她可能有翻妳的護照 翻妳的機票 後來呢 結論呢 後來 那個時候妳就會很是 因為妳旁邊有一個 妳現在又在跟這邊的人講話 她應該在妳上有放衛星訂位 我不曉得 我真的不曉得 她為什麼知道我住在哪裡 打去旅行社問就可以啦 真的啊 也許妳跟她共用同一個旅行社的人 好恐怖 然後後來我就跟她講說 好 我現在在日本 我現在不跟妳講 我現在跟妳講 Maybe是吵架幹嘛什麼 我說我回到台灣 再跟妳說清楚這樣 然後她就說好 然後回來之後就開始吵了 每天就是電話叮哨 然後查我手機的那種通話記錄 她本來大概50...50公斤左右 然後被我折騰到 每天黑眼圈你知道嗎 然後很瘦喔 妳好壞喔 對啊 一個好好的 然後以前我們在一起很甜蜜的時候 比方說五點多鐘 她五點就下班了 我們做傳播都會很晚才下班 她會去買比方說摩斯漢堡啊 或者是一些點心 她就去公司來找我你知道 但以前在一起很好的時候 都會覺得好窩心喔 這樣妳還是好棒你知道 可是真的在劈腿的時候就 她就妳來幹嘛啊 好可怕 所以妳是來看看我在不在公司 然後有沒有避典是不是 男人真是賤東西 所以該打 妳每個縣市都有耶 該打 我們這樣平凡一下嘛 我也按這樣子 對啊 壞男人就是要這樣對付壞男人 真的 我跟你講 然後呢 妳知道嗎 然後繼續加油 最後有一次 有一次也是真的是沒辦法 就是跟那個女生約好說 我要送她去哪一個地方 然後我那個正牌女友 她已經沒辦法 她就早上到我家來 然後要跟我講清楚就對了 可是我已經跟她女生講說 我7點半要去接她 妳7點來 我哪來得及啊 然後就開始跟她爭吵 然後說妳會... 對 那時候她想說 還要再來一下妳懂我意思嗎 所以因為我想要跟她分手 但是女生就是希望能夠用性 來挽回妳一下來挽回妳 對 她還要用身體來挽回妳 對 那時候我真的 我也快哭 但是我那時候也在氣頭上 我就狠狠的推她一把 但是我有考慮到 因為就是她在旁邊有床 就是很可能就推她一把 然後讓她躺在床上 我說妳給我聽清楚 她就說 好 妳的車借我開 這樣我每天就可以去接妳 這樣 好啊... 這樣我就不用去天母這樣 她已經變正公了嘛 對... 然後就開我的車道 所以她很高力去載男生去POP玩這樣 為了她 然後跟那個交往六年的女生分手 然後妳現在這樣對我 而且有一次 活該啊 細好啊 就她這種 吃到煮飯了 日本不會有人說妳 妳要活在幹嘛 不要 她還要痛身體的往回 對 那時候我真的 我也快哭 但是我那時候也在氣頭上 我就狠狠的推她一把 但是我有考慮到 因為就是她在旁邊有床嘛 就是很可能就推她一把 然後讓她躺在床上 我說妳給我聽清楚 我已經不愛妳了 然後她就爬起來 然後就一直擦眼淚這樣 我說那妳要不要走 妳不走的話就我走 然後就開始收包包啊 然後開始擦眼淚啊 她說我以後再也不會煩妳 她說那最好 她說妳不要後悔 我那時候還跟她講說 抱歉 我真的不會後悔 但是我後悔 後來妳得到什麼報應 什麼報應啊 就... 就18歲成年之後就會 開始到夜店瘋了 所以她甩了妳 然後就會找不到她 她就說 好 妳的車借我開 這樣我每天就可以去接妳這樣 好啊... 這樣我就不用去天母這樣 她已經變正宮了嘛 對... 然後她就開我的車到地區去 而且騙妳在電話留言 我找不到妳在哪裡 真的耶 然後... 然後有一次她跟我講說 她要早點睡覺 10點多要睡覺 我說那好...那妳去睡覺好 結果就不對啊 妳不像是那麼早睡的人 而且妳用過這招妳會心虛 然後那個時候就 有用這種手機的那個 用密碼可以聽對方的留言 那種 她的那個密碼是我的身子嘛 我就打進去 就聽一下 就聽到一個男生講說 我Jeff啊 妳不是要來接我嗎 怎麼還沒來這樣 結果他開著妳的車 Jeff 去接別人 不會是嗎 真的 然後我就想 不對啊 然後我就...我就坐汽車車 直奔天母去 看我的車在不在 結果去了 結果都找不到 為了她 然後跟那個交往六年的女生分手 然後妳現在這樣對我 對 而且有一次 活該啊 死後啊 就她這時候 他們不會有人 你要活在幹嘛 不要這樣 我想要有第二次的機會 後來還是分了嗎 你跟這個18歲 還是分的啊 所以你後來說 你又交了一個 跟你的初戀女友同樣的名字 那個時候就覺得 應該是上帝在眷顧我 因為我覺得 我被那個18歲 也算是折騰得很久 然後後來又遇到一個 長得很像甜蜜 身材也是很棒的那種 海大富 海大富 很大富的一副海咪咪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好好對她 那時候她叫... 比方說她叫佳玲好了 佳玲 然後我跟她在一起 一個月之後她突然跟我講說 我想要改名字 我說為什麼 她說因為我覺得我... 我這個名字啊 事業跟愛情都不是很順利這樣 我說不然妳去找一個老師看看 她後來就隔了一天之後 她拿來三個名字給我 比方說佳什麼...這樣 她跟我講說 我有三個名字不好選 我要選哪一個這樣 我說那看妳喜歡哪一個啊 她說我喜歡佳華 我想說 佳華就是妳初戀那個六年那個名字 我說佳華好耶 我說我喜歡佳華這個名字 但是我沒有跟她講說原因這樣 我想說這是已經上帝聽到我的聲音了 我一定要好好的對她這樣 對...這是一種暗示 是一種暗示 一個信號這樣 我想那不管怎樣 我就要對妳很好 但她是那種脾氣很古怪的一個人 她動不動會發脾氣那種 除了外貌跟那個... 就是名字的關係 我覺得是很大的一個因素 妳應該要好好愛她 對 我應該要好好愛她 就算...她一直這樣折騰我 都會覺得這是上帝給我的一個考驗這樣 那妳怎麼從來沒有去回去找第一個呢 因為她跟我分手一個月之後 她就接受另外一個男生 這中間在分手之前 她就跟男生有聯繫 放屁啦 人家很心碎啊 人家很心碎啊 她好心碎就很難啊 她好心碎就很難啊 她突然出現了 我就接受她那是她最啊 對面天子啊 我還有看過... 我有看過她的男朋友 妳去被她傷成這樣還不趕快 就要男朋友 我有看過她的男朋友 這太怪了 還算慢的咧 搞不好剛好是 真的 妳跟妳講 分手最怕那五個字啦 哪五個字 我不再愛妳 這五個字 我都愛妳了 而且妳推她其實心同打 只要我不再 我就給妳死了 不要說愛妳 對啊 好險沒跟你交往 真的 為什麼呢 林姊不要那麼生氣嘛 結果妳接下來那個第三任 妳後來報應 就一直分分合合 然後分了七次啊 分了七最後一次是最好玩的啦 我覺得 就那時候我就覺得 妳不要再離開 如果真的要離開 妳就不要再回來找我 後來她最後一次還真的回來 那麼那時候還相處了大概 很開心的大概有三個月時間 那是她待最久了一次 然後最後一天啊 她把她的朋友找來 大概找了大概六 七個去我家 她從來也沒下過廚 她就去翻食譜啊 好像要開派對一樣 然後煮螃蟹火鍋這樣 對妳很好 我真的是 終於熬出來 熬出來 夜障了 夜障翻完了 她已經想要過那種家居的生活 她把朋友找來 她開始要做飯給我吃 就演女主人這樣 然後大概10點多 11點 然後她朋友就回去了嘛 就剩下我們兩個人 然後開始會聊天啊 然後她就幫我洗頭 從來沒有享受過這樣 我躺在浴缸 她幫我洗頭 洗完頭就掏耳朵啊 幫我按摩啊 怎麼感覺妳好像已經過世了 妳知道嗎 幫她洗大體 感覺她洗大體 後來我幫妳化妝嘛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講這個感性 妳為什麼要這樣 就很浪漫 是不是很像 還躺穿衣服嗎 對 她那時候還放音樂 還放佛經 然後我就覺得 我真的是熬過來了 然後她就開始講說 那時候妳為什麼會喜歡我啊 然後那有沒有別的女生喜歡妳啊 就會聊這種 就是開始彈心這樣 然後就好棒喔 老夫老妻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早點睡覺 因為明天好好上班嘛這樣 好 隔天呢 她就去上班了 上班上完之後呢 也沒事 然後到中午的時候打給她 因為我都習慣這樣 因為被第一個女朋友養成了習慣 每天會通很多通電話 中午的時候打給她 OK 沒事啊 到兩點多的時候打給她 就不接電話了 就完全沒有人 然後到了大概晚上八點都還沒 我想說應該是手機沒電 那八點多應該會充電啊 也沒有 到了十一點 快十二點的時候 多連都不到喔 我本來想要打給她媽媽的 但是我想說 如果沒有任何事情打給她媽媽 她媽媽可能會擔心 我想說那我先回去好了 未必她也在家裡等我 然後門打開就看到一張紙在那邊 只留一張紙喔 我剛剛講說三月底嘛 隔一天就四月一號啊 她這樣耍我耶 太好了 那個女生我太崇拜了 繼續耍她就對了 真的 可是 我覺得這樣...不對啊 她紙上寫什麼 不是 其實我覺得 像我們剛剛就分享你們五位的 一些分分合合 一些就是我們對待別人殘酷的 人家對待我們就是縣事報的 我個人認為我覺得 真的會有縣事報 我個人認為覺得 在談感情一定要清楚 如果對對方沒有感覺 或者是你愛上別人 就像宇文講要先講清楚 我覺得先講清楚會比較好 總比讓對方來抓到我們 那種新來的痛 那是很可怕的 只要我們往後面對愛情的態度 就誠可一點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一個 愛情的好結果 我還是會遇到 180公分以上又白 妳還想... 怎樣啊 長得剛好在拍得很漂亮 謝謝 感謝我們的來賓 謝謝 我們今天來了四位來賓 因為四位都非常大牌 其中有一位是我 非常欣賞的一個大哥 他很久沒有出來了 很久...我們很久沒有看到他 但是最近我常看到他老婆 奇怪呢 我覺得呢 人家是沒有越嬌 應該是... 算了 因為他娶的母子 太年輕 太年輕 好像沒辦法跟人家貌比 所以不怪他 當越嬌越年輕 他沒在娶老的 歡迎我們的特別來賓 高大哥 哈囉 哈囉 哈囉... 妳今天是在講我啊 是啊 不然妳以為 沒有 我常常在電視上面看到他 是妳沒看到他 妳在忙嗎 但是我最近常看到他老婆 再來介紹我孟非孟大哥 哈囉 妳也在講我 不是啊 沒有...我一直在講高大哥 對 我以為 出來賺是賺跟妳老婆一樣的錢 是嗎 一樣的... 其實我老婆居然也抓上去咧 而且我覺得現在高大嫂 我老出現率還比他高 我個人認為 不是 妳個人認為 我那天碰到菜頭 菜頭跟我講說 大哥 可以啊 我叫大房子來算嗎 我看都是妳媽的 我說 我終於感覺到 在家裡真好 OK 歡迎我們的另外一個 特別來賓 那就是羅妹妹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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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覺得嗎 對啊 因為我最近常訪問到大嫂 對 對啊 我壓根 我覺得奇怪 高大哥他要退休了嗎 我們今天兩隊的特別來賓 都不太一樣 一對是 就是我們的孟非大概有高大哥 你們是非常愛生小孩的 非常愛娶老婆 另外這一對姐妹呢 完全是婚主義者 也不生 也不嫁 我不是不婚啦 各位 我是嫁不出去 沒有人要嫁 那我去婚啦... 妳是不想結婚嗎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不婚 一直都不婚的 一直都不婚 從來沒改變過 對 那我也不是不想婚 而是一直婚不到啊 對不對 而且不是有交到一個小男朋友 我交到一直都是小男朋友啊 因為我們一直那個門面有在 如果跟中國人交往的話 那交到小男朋友 一定要去見父母 有嗎... 見父母的時候 我們是自取其辱 還是自找麻煩的 就是一坐下來 跟人家媽媽是同年紀 所以我通常呢 會給這男人三次機會 妳說第一次緊張也就算 因為第一次大家 就是在試的時候嘛 我都嗆白了 如果不好用的話 我就不要了 謝謝